天氣冷嗖嗖 縮在被窩裡 也要小心肌肉過度緊繃 滿診觀察 在冬季一覺醒來 發生落枕的患者就多出兩成 下來的時候會整個脖子會很緊 然後工作就很不舒服 肩膀脖子都會硬 都是會的 稍微一轉頭就痛到受不了 通常是因為枕頭高度不對 睡眠時頸部姿勢不良 造成韌帶和肌肉拉傷 如果先天長短腳或長蹟蹺 二郎腿 站姿三七步 也會間接導致頸椎小關節錯位 落枕老是找上門 冷空氣的時候 一涼了以後血型不好 所以造成了 另外一個有時候是睡覺的時候 射縮的姿勢不好 射縮的時候姿勢不好 那個肌肉緊繃在那裡也容易落枕 發生落枕該怎麼辦 物理治療師示範 這套含羞草自救法 先慢慢轉頭 再偏移角度向外延伸 那再次往後仰 叫做轉 偏 仰 這樣慢慢來的話 你做一兩次以後 你會覺得比較舒服 放輕鬆的 放輕鬆是不二法門 平時還可以自我按摩 加強肌肉柔軟度和延展性 適度運動 促進血液循環 改善枕頭高度 都能預防脖子卡卡再度發生 大家新聞 蔡麗 李明華 台北報導